鑰匙跟那個歐巴桑下跪 我觉得那些大家都撞不住 很心疼 对 鑰匙发也许会发错 人谁不会错 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人家 说实在 人家是 只有是义务 你给你付义的 所以整个社会 第一个就开始肉酥 第二个 要求要移送法办 本来不告他的那个鑰匙 后来也要告他 而且还是两项罪名 社会的氛围 其实是有形塑出来的 这社会的氛围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你有公民责任 我觉得这对台湾事情是好的 公民责任就是 这块土地的干净 需要你一起来捍卫 那要是在这里 你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有感受良心吗 说真的真的很心疼 那说实在的 因为这阵子大家压力也大 然后呢 我在这边也正要谢谢 我们全国现在在发口罩的同仁 钥匙 还有就是助理 真的辛苦了 说实在这时候呢 我们药局还在发口罩 真的 现在都在发口罩 那我们一整天下来的话 真的很辛苦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贡献一己之力 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对啦 感谢啦 为什么那个人叫你们跪你们就跪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这个问题很棒 第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药师处理方式的方法 OK 一般来说 我们在我们药局门口 其实是有一个QR Code 那随时是跟警察连线的 其实他当时的处理方式呢 可以直接跟警察联系 就是来处理这一块 因为说真的 这已经超过我们 药师能够处理的事情 处理哪一块 就是这种纠纷的情形 这个妇人是要来拿什么 他就是第二天才来吵的 他是第一天已经先领完了 然后据说是他 对 据说他还是带领嘛 然后所以呢 他就是回家之后 才发现说他的卡不对 所以呢 他要领自己的卡 就拿到别人的卡 他帮朋友 可能是邻居或什么 是朋友的弄错了 所以他又觉得过意不去 就是说他又很麻烦 自己又跑一趟 然后又对朋友交代不过去 所以他去就把气出在这个药师身上 他要下金利 你要来帮下金利领下金利的卡 是 结果领到的不是下金利的卡 是昭明威的卡 是 这样子应该这样讲 对 然后他隔天又来了 对啊 就气冲冲来 觉得说你们这个什么程序有问题 怎么会这样子 害我又多跑一趟等等 类似这样的情绪发泄 对 那那个药师的反应是 那他就一直跟他道歉 然后他就说 那不然怎么样才能让你消气 我跟你跪好不好 政绩消之 消气完 因为现在目前有一点点螺旋门 就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是有看到画面 可是就那个妇人后来被警讯 就是警察有去问讯的时候 他是说他没有叫药师要跪 是他自己跪的 不是啊 他跟他跌到这样 他跟他说好啦 我是累了 这样看能不能消他气嘛 是啊 对 那为什么会被肉搜出来 你是说那个妇人吗 对啊 妇人还肉搜那个药师吗 他犯了什么错 不是 我意思是说是那天我们在 有看到那个新闻曝光的部分 是在监视器里面看到的影片 对 那后来是那个 可是那个监视器的影片 我看新闻 那个药师是不打算告他的 是要喜事名人 一开始是没有 对啊 那后来是工会出来了 工会觉得除了第一时间发新闻稿之外 就声明嘛 另外是他们觉得说 这个对于我们全国药师的一个尊严的问题 所以由那个理事长陪同他 然后还有包括律师也一起出来 就是讲了这个过程 然后还有他们的心情跟日常这样 所以说实在 你就是人家贴不得了 你就会说 不好意思贴不得了 可以再换一下 这样而已嘛 事情就结束了嘛 果然跟甘 甘 说一句话 谢谢你辛苦 你们这样子在发口罩 有没有赚钱 没有 没有赚钱吗 完全是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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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一百percent义务 你们要发几个口罩 我们一天的话要发 两百五十份的口罩 后来调整成两百四十份 两百四十份是自己包装吗 对自己包装 所以越包装越愤怒 不会啦 我们是做功德嘛 做公益嘛 没钱的 有些人火箭 因为我是有亲眼看到 就刚好我站森所里面 刚好也是健保卡 可能柜台人员给错了 那那个奶奶就很生气说 可是她生气的点是 赶快拿我的身份 那个拿健保卡还我 如果对方拿我健保卡 做坏事怎么办 他就有很多怀疑 他一天拿几十张健保卡 他做坏事也不会拿你这一张 他就很紧张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病 病毒的疫情 展现出自己的人格特质 就是像我相信那个钥匙 他也是一样 就是他看到后面这么多人排队 然后也很多人也是像大家一样 就是很多心情不好的 因为排藏 排藏龙嘛 然后又拿不到 然后他就想说 席事宁人好了 赶快我们就解决眼前的这件事情 最快可能就是下跪的方式 那旁边有人在排队吗 他跟他跪的孙子 没有 他是隔天室 对 所以我在想他可能就是 那如果我在旁边 我现在看着我就骗了 我跟你说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在想说 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 就是很多人格特质 就是趁现在干脆 就是把大家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就表现出来 然后赶快解决一下吧 嗯